大家好,欢迎来到十四的观影最前线 今天要聊的,是大年初一上映的国产科幻电影《流浪地球2》 今年春节党电影,是我自疫情以来最期待的一次春节党 定档的影片从科幻到喜剧,从历史到动画,几乎囊括了大部分类型片 而在定档的七部电影中,我纠结了几天,最后选择用《流浪地球2》开启新的一年 不知道大家选择是否和我一样,一样的可以扣个春节快乐,不一样可以扣个新年快乐 我之所以在一中电影中选择了《流浪地球2》,原因很简单 因为不管是从演员阵容,还是作品IP 《流浪地球2》是我认为,所有电影中,采雷可能性最小的 毕竟新年嘛,要开一个好头 但是对于这部电影,我一直有个比较担心的点 就是作为一部现象级作品的续作 在前作如此成功的情况下,观众对待的期望,自然是水涨船高 那么,而到底能不能延续前作的辉煌,回应观众的期待呢? 他会不会被自己激烈的口碑反噬呢? 也许是用人自扰,也许是启人诱天 抱着些许担忧,夹杂着诸多期待 在大年初一的晚上,我走进了影院 而在173分钟之后,当我走出影院时 我匮乏的语言只能挤出两个字 牛逼 从《流浪地球》计划启动的第一天起 就再也回不去了 《流浪地球》计划启动的第一天起 Koladores 阿尔 阿尔 卿 阿尔 阿尔 好像 这个世界上最好的科幻片之一 从特效到剧情 从科技到内核 《流浪地球2》是前作的全面升级版 它比一好的不止一点点 如果没有看过第一部 各位根本不用担心 因为《流浪地球2》严格意义上来说 应该是第一部的前传 有没有看过第一部 根本不会影响你对剧情的理解 比如我 在看的时候 其实对第一部的剧情 已经基本完的差不多了 在事后才进行找补 《流浪地球2》这次的野心奇大 作为一部和交换的商业电影 郭范导演居然敢把电影市场 拉长到接近三个小时 这对于一部商业电影来说 是一次极为冒进的尝试与选择 但由此也能看出 主创团队的诚意 他们不想辜负中国观众的期望 他们想要竭尽全力捡好一个故事 打造一个仅属于中国的科幻电影 而这一次 他们确实做到了 相比于第一部的制色 第二部在特效方面 已经完全接近 甚至匹迪大部分好莱坞电影 并且比起传统好莱坞剧情的样板套路 第二部的剧情扎实 悬疑和煽情部分点到为止 有人留下深刻印象 比如主角刘培强 在出现很多朵时的羞涩 面对550W提问时的暴怒 王宣打破了第一部中 只顾大局 而不仅人情的刻板印象 还有图恒宇在失去妻女之后的 前后转变等等 电影把中国人情感中特有的朦胧 与含蓄 这些的淋漓尽致 尤其当杀业在月球上 通过俄罗斯军官 敲击三下 无尽的头盔时 一切尽在不言中 在香港小学的电影中 国防导演杂容了 家国、师徒、亲情、友情 以及不爱等等情感 而这些种种汇聚在一起 这不就是中国最核心的价值观吗 《流浪地球2》用一种不夸张 不极端、不刻意的方式 向世界展现了 当危难来临时 我们会做出怎样的选择 我们没有美国电影的个人英雄主义 也不像日本电影的物碍消极 更不走韩国电影的极端路线 我们在面对危难时 会团结一致 用愚公移山 和精卫天涯式的愚蠢 战斗到底 就像电影中提到的人类鼓鼓 这是多属于中国人的浪漫 在一万五千年起 大腿骨折是致命的 只能等在原地被野兽吃掉 但 这根骨骨 溺和了 它是人类文明诞生的标志 因为它受伤以后 有人为它处理伤口 有人为它提供水和食物 有人保护它 不受野兽攻击 团结 延续着文明的活动 在电影中 郭芳导演把故事分成了三条线 第一条是刘备翔和韩多多的感情线 并以六倍相为基点 延伸出了张鹏的师徒线 在这里 我又极想跨一跨 沙翔的表演 因为《50万专》 还有综艺的表现 我一直对沙翔抱有严重的刻板印象 就是无法把周围演员与喜剧 完全剥离开 这一次依然也不例外 看到胖成个球样的沙翔出场 我笑出了声 我朋友跟着下意识的脱口而出 怎么有一只猪 顶着沙翔老师的名字 在电影里客串 但在接下来的观影过程中 我着实没有想到 看似搞笑当当的沙翔 原来是电影中最大的惊喜 沙翔完美演绎了一位 表面上油腔滑掉 但实在勇于当当的青年军官 没被路德华的儿女情 无尽的爱情感动的我 却被沙翔击中了星巴 久久不能平静 第二条 是图恒宇和马赵 关于数字生命争论的悬疑线 也是我最喜欢的一条线 在图恒宇这条线路上 我个人认为 是整个剧本里最花心思的 整部电影的悬疑部分 或者说是反派桥段 和角色刻画 都暗示图恒宇是一个套路化的反派 一个因为女儿去世 遭受了严重的心理打击 从此成为坚定的 数字生命用力的悲情角色 所以当最后结局反转 图恒宇拯救世界时 是有点出乎我的意料的 至于到底是什么结局 我就不做过多剧透了 最后一条则是 李雪剑为首的高层线路 这条线路我个人觉得稍显荣誉 如果能再深化一下 中国和其他国家的理念冲突 或者再展开一些价值观的讨论 我个人觉得会让整部电影更加出彩 三条线相互交错 并竟而行 虽然在中间叙事部分 故事稍显散乱 并且倒计时桥段有点套路 但这并不会影响整体观感 比如当诈一等老军官请求出列 为了地球 为了全人类 风险自身的时候 哪怕我遭遇预料 哪怕知道是煽情套路 但泪水还是忍不住在眼眶打转 尤其当听到俄罗斯军官喊出 俄罗斯人在太空是无敌的口号时 我内心更是热血澎湃 在观影前 我就很担心 预告片中李学坚老师 争议的台词部分 而在观影过程中 虽然制作组通过AI技术 修复了李学坚老师 受损前的声音 但嘴型和声音的不同步 依旧会有一点出息 还有已经离我们而去的吴梦达老师 电影采用西极的特效的方式 复原了前作人物 但效果并不是很惊如人意 一眼睛能看出和真人的区别 高潮的起伏设计 还有故事的逻辑性等方面 《流浪地球2》都有着些许瑕疵 比如电影并没有解释清楚 数字声明法和一山派的 根本矛盾到底是什么 他们发生政治的原因 是争夺为数不多的几台 物理达不留 还是人力物理无法支持 两个项目同时进行 但瑕不掩瑜 比起四年前的自己 《流浪地球2》的进步 是有目共睹的 诚意是真真切切的 直出缺点 不代表是对电影的否定 而是希望他能做得更好 最后 是十四送给一些 已经看过电影的朋友的 一些彩蛋讲解 在电影中就我能找出 并且记住的制径彩蛋 目前有三个 当第一次看到 电影里的双足机器人设定时 我的第一反应 是电影制径 星际创业的TARS 之后550W的幽默对话 更是佐证了我的想法 而电影最后 托恩宇和压压所在的数字房间 和星际创业结尾的 超立方体设计 极为相似 电影中MOS的设定 应该是制径2001 太空漫游中 著名的人工智能 HAL9000 月球石碑 则同样是致敬 2001太空漫游里的黑石碑 进行中核弹计划 原定使用3614颗核弹 这刚好是 逻辑威慑三几人的数量 其他的彩蛋 我暂时还没有发现 如果还有补充的话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分享 郭芳导演曾说 他希望能让更多的孩子 看到自己国家文化背景下的 科幻电影 希望在孩子的心中 买一个想象力的种子 四年的时间 说长不长 说短也不短 从流浪地球 到流浪地球2 郭芳导演正在用实际行动 将中国观众 也向世界证明 国场科幻 正在慢慢发芽 我也相信 总有一天 我会看到 科幻电影 变成参天大树 鲜花也将 挂满枝头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 如果喜欢这期视频 不要忘了一键三连 关注14 那我们下一期再见 拜拜咯